大圆肌的重要性 八字胯 来预备 走 2 3 4 1 2 3 4 1 and 停住 大家有没有看到 它这边的幅度 这边的幅度是非常的小 手举高 你看它这边 整个肋骨是拉出来的 而这边是非常的小的 然后继续反方向 走 OK 这边缩小 这边拉出来 是因为豆子在做的过程当中 它的腐鞋肌和背阔肌开发的更多 所以它的身体的弹性和肌肉的挤压感更强 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位 叫大圆肌 来大家给我做一个动作 我们把胳膊肘抬起来 胳膊肘抬起来 然后把手放在我的这个腋下 对 然后往下挤压 感觉一下这块肌肉会不会使劲 来感受一下 这个地方有没有这种肌肉感 有没有 其实我们说肩胛骨下压 指的是背部的后背的肌肉 这个叫肛下肌 学生一开始找肛下肌找不到 但是如果你告诉他 你把这块肌肉叫大圆肌 那我会怎么去做 大家注意看 来 做豆子做摆当的时候 预备 走 我手摸在这个位置上 预备 走 摆当 预备 走 摆当 好 它只有这么高 但是我把手摸到这块 我说再多一点 这里给我 这里给我 你看它这里会挤压 你能明显感觉到它这个肩往下压了 所以这块叫大圆肌 如果你的学生想往上开发 到了中级往上的时候 身体需要连贯 开发后背的 请先练 嘎之窝底下 叫大圆肌 这块肌肉 大圆肌练完了之后 再去练你的刚下肌 这块叫大圆肌 这块叫大圆肌